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特点和周恩来本人的特质一起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时 外交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 可又是一个陌生的课题 如何创造性地开辟外交工作新局面 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 使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大格局中站在恰当的位置 这就需要一个得力的外交部长 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还有极高的政治智慧 否则无法担心这份重任 而周恩来正是这样的难得的人才 此外 他个人的一些特别经历和特质 也使得他是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 一 周恩来早年就在国外生活过 留学过日本和欧洲 对国外的政治 历史 社会 文化等 有着比其他共产党干部更深入的了解 二 在战争年代 他曾长期负责统战工作 同不少外国人有过很好的交往 积累了重要的外交经验 三 他一向关注国际形势 重视对外交往工作 这些都表明 周恩来适合搞外交工作 是最佳的外交部长人选 所以 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